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相安罗说 我国和印度在2023年的贸易额是高达723亿亿千万令吉 截至今年3月 已落实168项总值45亿令吉的投资计划 并创造16640个工作机会 首先指出 此行也见证两国政府签署8项量解备忘录 以及7项企业对企业的备忘录 并感谢莫迪的邀请到印度进行令人相当满意的官访 稍早前 我国已正式致函金专国家轮值主席国俄罗斯 申请加入金专国家合作机制 而过去这几天 首相德罗斯亚诺也观访了 该集团创始会员之一的印度 首相透露 印度总理莫迪是同意支持 道马政府加入金专国家集团 首相表示 道马会先成为金专国家集团的伙伴国 之后再确定正式加入该组织的事宜 今年6月18 首相安乱证实 道马已向巴西总统卢拉 表达要加入金专国家集团的意愿 因此 我国将一致程序提成申请 金专国家集团是在2009年成立 是一个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合作平台的组织 创始成员包括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而南非则在2010年加入成为议员 之后受邀加入的埃及 埃塞俄比亚 伊朗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根廷及沙特阿拉伯 也在2024年1月成为议员 去年12月1号起 前来我国的印度护照 持有者可免签证入境长达30天 对于这项持续到今年12月31号的措施 未否延长 首相德州斯安诺表示 假如印度政府也延长大马人民的免签证措施 我国政府会给予相应对应待遇 印度总理莫迪在联合记者会自发的宣布 为大马学生提供一百份奖学金 以便能在印度学习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 而这是印度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下的一个指措 通讯部长方明保证 社交媒体平台营运商在我国申请营运执照的过程绝对不会困难 部长表示 申请执照的程序预计只需要三至五个工作天 而该部也预计 十月或十一月将获得来自社交媒体平台营运商提出的执照申请 发明补充 本月一号推介并在明年开始生效的 社交媒体服务监管框架或执照是不涉及相关社交媒体平台用户 部长指出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在去年七月二十七号告知 目前国内拥有至少八百万注册用户的所有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服务 必须在一九九八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也就是五百八十八法令下申请应用程序服务级别执照 另一方面 根据媒体报道 考虑到对犯罪和间谍活动风险的担忧 阿姆斯特丹市议会促请官员停用Telegram 对于荷兰的这项举措 发明则说 五国政府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禁止公务员使用Telegram的决定 他指出涉及公务员的安全相关问题是由大马政府首席安全官办公室管理 而现阶段通讯部并没有接获任何指示 下个星期 五国便要迎来六十七周年国庆日 今年国庆日庆典会在布城盛大举行 为了让民众前来参与 政府在国庆日当天准备了免费承搭水上第一式服务 此外 主题为不听同庆的二零二四年布城皇家黄花会节 也会从今天起开放直到九月一号 欢迎民众前来观赏 我们将能够兽提供的3位 我们将来兼顾免费承搭水上的五位 Florida也正在走 然后在参加热火 他们将来来兼顾免费承搭水上的 2024年布城皇家花卉节将展出70万种花卉与植物 当中有许多罕见植物品种 其中有超过15款特殊胡姬花系列 是以王室成员和名人命名 而开放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四是从早上9点至晚上10点 而星期五至星期天则是早上9点至午夜12点 乌统树立主席乌统三币榜代表大会 呼吁党员对抗有毒政治 乌统树说假如不将以遏制 这将会加剧种族主义与仇恨 并发表致辞时这么指出 他希望乌统三币榜能在大会辩论有关议题 从而寻求出路解决有毒政治的现象 并指这方面的努力将决定乌统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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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艘在有22人包括英国科技大亨林奇的豪华游艇 日前在意大利西西里倒海域因遭遇风暴而翻覆 目前搜救人员在游领残骸中再发现第五具尸体 使得这起事故的越难人数增至六人 还有一人接旧下落不明 尽管有关当局还未确定死者身份 但深信其中一具尸体就是林奇 这起事故是发生在18号 地点位于西西里岛首府巴勒墨附近海域 出世的豪华游艇当时载有22人 其中十人为船员 其余则为乘客 船只翻覆后有15人获救 1人死亡 另有6人失踪 据了解 59岁人称英国比尔盖茨的林奇 也在这艘出世的游艇 失踪者名单当中包括他和他的18岁女儿 还有他的律师夫妇 以及摩根士丹利国际主席布鲁默夫妇 经过这几天的积极搜救 已经有5名失踪者先后被拾获 但已是冰冷的尸体 当局表示林奇的18岁女儿已死亡 而根据英国和意大利媒体的报道 死者还包括布鲁默 林奇的律师 还有林奇 目前搜证人员还在寻找 最后一名失踪者的下落 但由于船船里面的家具杂物繁多 因此增添了搜救难度 印度南部一间制药工厂发生爆炸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7人死亡 另有30人受伤 由于还有遗体被埋在火场废尸中 因此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攀升 出世的工厂位于安德拉邦一个经济特区 负责生产化学物品和医药原料 这场爆炸的冲击力巨大 一些工厂工人的肢体被炸飞 而且现场也被浓烟吞没 据了解爆炸发生在反应炉现场 但爆炸的并非反应炉 因此实际爆炸的来源有待确证 当地官员怀疑 这场因大火而爆发的事故 是与用电有关 另外有一四层楼高的建筑物陷入火海 搜救人员担心还有工人遗体还没被挖出 因此死亡数字可能还会攀升 耗时六亿半开发的中国电子游戏 黑神幻悟空日前正式上线 短短几个小时便登上游戏平台 最受欢迎游戏的榜首 成了中国至今最受瞩目的游戏产品 也是该国游戏产业里的里程碑 面对这款以中国四大名入之一 新游戏为灵感的游戏 迅速蜂蜜全球 中国外交部表示 这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21号 中国外交部欢迎人毛宁 在例行地址会上 就日前上线的中国电子游戏 黑神话悟空在全球走红发表说法 毛宁表示 从名字来看 这款游戏取自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此外 中国官媒新华社形容 这款游戏是现象级产品 为全球玩家提供了 了解中国文化的新不进 据了解这款游戏的制作精良 团队在中国多个景点 实地取景建模 包括杭州的林影寺 安徽的天柱山 以及浙江沥水的十四寺等等 也因为如此 这些知名的中国古建筑和景点 也被带动热度 不少海外玩家纷纷到取景地 打卡拍照 刺激旅游业 基于这款火爆的新款游戏 体现了中国文化输出的强大软实力 因此又分析认为 这次是对中国主机游戏行业的 重大转列点 是中国游戏走向全球的关键一步 可能会刺激对中国游戏行业的投资 因担心猴头病毒从非洲地区蔓延至全球 世卫组织在十四号宣布 再度将会该这个病毒列为国际主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如今非洲以外的许多国家相继出现病例引起国际担忧 但世卫组织表示猴头疫情不会是如同新冠大流行的另一个新威胁 这是因为人们已经了解和掌控控制传播的有效方法 世卫组织欧洲区主任克鲁格指出 无论是当前中非疫情背后的猴头第一分支毒株 还是2022年初影响欧洲病持续传播的猴头第二分支毒株 人们都对猴头这两种毒株有了较多了解 克鲁格指出猴头的主要传播途径依然是密切的皮肤接触 其中第一分支的子分支 也就是EB变种毒株 因似乎更容易通过日常密切接触而传播 所以引发全球关注 这一种病毒的症状包括农泡和泪流感症状 尽管症状轻微但也有可能致命 因此他说尽管是要对EB变种毒株 进行更多研究 但其中博士可以得到控制 并坚持表示 猴头并非新官的翻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朱敏鱼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